特朗普总统和他的防长 在回应美国从德国撤军这个问题上 说法不一 我想最最主要的原因是 特朗普他不是一个传统的政客 他是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 他的性格也是说话 不会拐弯 比较直接了当 他所说的美国从德国撤军 主要是美国和德国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也就是说特朗普总统讲的是真实的原因 那么他的防长之所以讲 这是因为美国在欧洲的部署要进行调整 要撤中东南部分 那么他的防长这样讲 实际上是一种外交辞令 因为这次美国从德国撤军 完完全全是美德关系中出了问题了 我们知道 一个美国是要求德国增加军费开支 认为德国军费开支达不到美国的要求 第二是对德国和俄罗斯的北溪二号 能源输入管道的建设非常不满 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对德国和俄罗斯进行制裁 因此美德关系现在问题比较严重 而且德国对于美国的这种打压也不屈服 因此美国就使出了这一手 也就是说我撤军 撤走一部分军队 那么这是撤军的一个真实的原因 那么这件事情 美国从德国撤手军队 对于区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 欧洲和美国在军事合作方面的联系会越来越弱 美欧之间的距离会拉大 从欧洲方面来讲 他会今后要加强自己在国防上的努力 因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讲过 欧洲人应该要依靠自己来保卫自己安全的时候到了 也就是说不能再依靠美国了 因为美国已经靠不住了 所以这是对欧洲 对美国和欧洲这个关系一个最大的影响事件